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蒋万安他跟丁守忠之间要怎么样帮助辅选 克真一战成名 在2020年会选副总统吗 会当总统候选人 副总统候选人吗 陈学生的台湾市的选举如何呢 请你锁定口口早餐 今天最更重要的一则消息是 全台湾的各大报纸都在说的 美国要派航空母舰通过台湾海峡 究竟是什么样的背景 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跟军事意涵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最资深的权威的军事评论家 吴明杰先生在电话上 帮我们做最新最权威的评论了 明杰早 寇姐早 大家早安 好 非常谢谢 大清早 但是这个消息昨天传出来之后 究竟它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消息 那我们如何来看待呢 航空母舰通过台湾海峡 对于中国台湾跟美国来讲 是一个什么样的三角关系的观察呢 我想这个消息应该不会是空穴来风 那这样的考量 我觉得在最近的整个亚太情势的变局过程中 对美国在维护 所以它亚太的这个利益来说 对它本身我想也是一个合理的想法 那也是它可以这个打的这个所谓的牌 或者是它的筹码之一 我们先看到台湾的部分 就是说我想这当然是有个环境背景 有个前因后果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两年来 这个中国的解放军不断的派它的军机 跟甚至航母的战斗群 在台海的周边不断的这个绕行 以训练为名 那实际上是就是在进行这个打压台湾之时 那外交上更不要讲了 那就是一个月内直接断了两个台湾的邦交国 那这些动作我相信这个 现在的川普政府的国安官员 应该都是看在眼里 但是因为整个从过去这个美国政策 从这个欧巴马时代一直延续下来 那这个华府的其实本来它是 近十年来的对中政策 一直不希望去触怒这个北京当局 所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同样的 再加上因为有朝鲜半岛的这个变数 那除了对北韩是采取所谓战略容忍 事实上对中国我的观察是我觉得也某个程度是在容忍 但是看到就是说除了朝鲜半岛 看到就是说这个中国方面不断的还是在进行 所谓的可能和谈的干预 那南海的部分那更不要讲了 这直接是这个触碰到美国的敏感神经 那所以看到就是说它这个七个岛礁不断的军事化 这个也得不把美国方言理 那甚至台海的部分 那当然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这个国家 那用这样的方式去打压台湾 如果美国没有做一些所谓的反制措施 或者是出来深远的话 那对于所谓的这个整个民主自由国家的 这一个其他盟国来讲 亚太盟国也会看在眼里 那回过头当然还有包含中美之间这个贸易战 美国自己本身的一些国家利益等等问题 那所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整个亚太 这个从过去很快 川普政府动作很快 从这一个他的亚太国家安全报告 亚太的战略这个延伸到所谓的印太战略 那接着来就是他的这一个 你看他军事上的组织 他亚太这个太平洋舰队 太平洋司令部马上就也更名为 这个印太司令部 那也同样邀请台湾去高层 军方高层去参与 那所以再加上之前的陆陆续国会 有台议员通过这个提案一些法案 包含这个从其实2017-2018的 国防授权法到台旅法 这么多的动作 事实上都已经在警告中国 那你看最实际的就今年的 环菜平洋军演 这个在举这个演习的举行前一个月 才宣布把中国要提出去 这些都是一些外交先行的一些警示动作 那但是看起来似乎中国并没有这个减缓 在亚太地区这些相关的这个改变台形状也好 南海的这动作完全都没有减缓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美方他的国安部门 当然有各种的筹码要开始慢慢这个释出 那一方面当然是去反制 那当然也是要去平衡 或者这个维护 比如说包含这个整个东亚局势的这个安全 那最优先的当然我们看到下个月 这个川普跟金正恩即将要会谈 那朝鲜半岛当然这一局这有解 那可以先缓燃眉之急 那台海的部分接下来跟南海 我觉得后续就是川普政府大概接续会来处理 那台海的部分我们看到说 今天有谈到这一个 是不是有可能有未来像过去 这个第七舰队在台海巡弋 我觉得同样这张牌里面 它有很多不同的强度跟布局可以来处理 那一方面先释出这个消息 当然也可能是一个风向球 那后续观察中国的动作 那这个都是相对于在处理 包含朝鲜半岛跟南海 各个这个个别的局里面 它都有一个制衡的作用 就是说我这个讯息出来了 看中国的反应 中国你后续如果还是继续打压台湾 那当然这一个方案可能就会成真 那成真之后呢 它的这一个实施方法 在军事上有非常多的手段 那比如说先从派这种 这个比如说盾位比较轻的 比如说只是单一艘 比如说这个它的伯克级的神盾舰 先穿越台海 那如果没有我下次就两艘 那我可以再加一个 这个同样是这个神盾 这个战斗系统的这个巡洋舰 那如果这没有我可以两艘三艘 甚至我后面我就变成整个航母舰队 可能六到七艘 那当然水下的这一个潜艇更不要说 就是一个武力展示 那我们再去对比 你可以发现很有趣的 就是说最近除了这个之外 美军的美国空军的B-52已经开始 这个频率拉高的在出现在 这一个比如说南海也好 整个巴士海峡 这个一个月来 连韩昨天这个大概已经是第五次了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做法 跟对比之前共计烙台 其实是有这个相同的味道 就是说军事上我可以加深 提高我的这个力度 那数量上 然后各种不同的舰艇的组合 背后都有这个不同的意涵 所以这个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这个发展 这个航空母舰通过台湾海峡 上一次就是2007年那一次吗 在上一次不是有这个台海危机的时候 不是也有通过过吗 你要帮我们这个 看一下这个历史因素的比对好吗 1996年那时候是 那时候是因为这一个 从1995年开始 那当然是因为那时候的时空环境背景 是这个等于说 这个李登辉 前总统他这个访问美国 到康乃尔大学去做演讲 那对当时的这个北京政权来讲 他觉得是触怒了他的底线 那所以就一连串的开始解放军 因为主要那时候的解放军的鹰派 我记得两位就一个叫张万年 另外一个叫张震 那这两位现在都已经过世了 那那时候他们就主张 要对台湾做一个这一个 甚至都有您好方案 想要接受这个进犯部 甚至外岛也好 本岛也好 那那时候是一开始先用演习的方式 就是我记得从1995年的下半年 到1996年3月总共进行的九波 那中间包含这一个登岛的演习 大规模的 不是小规模的 然后印象深刻 很多民众大家都记得 当时还有导弹 它的东风这个十一导弹 十五导弹 从福建直接发射 然后就打到基隆跟高雄的 这个港的外海 那那一次这个危机 那时候在美国是克林顿政府 那克林顿政府原本也是算是 亲中的一个比较亲中的政府 那后来还是觉得 这已经完全影响到美国 在亚太的这个利益 那所以后来这个立即就决定 派了两支航母战斗群 那这两支航母战斗群 本来就已经在亚太地区巡异 那我记得一艘是独立号 另外一艘是尼米之号 那独立号他已经除役了 那现在尼米之号还在服役 事实上这两年 他都甚至有在台海这个东面的海域 他们就后来走东面 不走台海中线这边 大概都还是有在做相关的巡异 那那时候这两支航母战斗群 其中他的这个神盾舰 就是在他解放军的导弹 即将要攻击前跟后 就有进入台海 那那时候他是以他的这个神盾的这个战斗系统 上面的这个雷达去追踪这个导弹的这一个航机 那他的弹道 那甚至他落海之后 美军据船事后也有去打捞 可能去了解相关的技术 所以那时候那次是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美国以这个在台海 就直接动用这个两支航母战斗群的方式 去嚇阻这个解放军蠢动 想要这个所以武力犯台的一个最具体的典范 那07年呢 07年那一次小英号 是因为访问香港的问题 那小英号小英号目前已经除役了 那因为我个人上去采访小英号过两次 对那包含之前的宁明之号我也上去看过 那所以我上去的时候 我大概都会问一些 他们舰上比较资深的这个军官 是不是有类似的这个印象 那小英号他是2007年那一次是因为 这我们看到就是说 那时候的这个还是算柯林顿政府 他对于这一个中国来讲 军事上他是希望保持所谓的军事交流 跟这个外交上的和谐 那希望把中国纳入所谓的国际体系里头 那所以他对于这个解放军 他们当时的构想是觉得说 我只要把他纳入整个这个国际体系 那他接受我的规范 包含比如说国际法的规范 那就比较不会让他在这个亚太身世 所以后来他包含这个军事外交上面一个 除了国防部长高层的访问 我记得还有其他的就是军舰的这个互访 所以当时不止美国的军舰有到上海去 很多的陆陆去访问 那甚至他开放中国解放军的这个军舰 可能也是到夏威夷去做访问 那那一次比较特殊就是说 除了直接到上海访问之外 他们例行的过往 那时候以香港来讲 他就是美军的这个航母战斗群 他如果是前进部署 在譬如日本横须客的 他要到南海去巡逸出任务的时候 他都会经过这一个香港 做一个休息 我们只剩30秒不好意思 就是说那一次 等于说中国就突然回绝了 让这个小英靠停靠 让他休息 所以美国也翻脸 就从台湾海峡回去 我就穿回去 你不让我这个靠港没关系 我就回去 也是做一个市井 那那次是比较单纯的 中美之间的这个较量 OK谢谢 非常谢谢明杰 谢谢 很清楚的这个分析 马上回来了